潘世伟不倫女秘书 以辞获准 公交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这我完全不否认去过他家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说什么编撞 因为离我家很近 掌管全国700万劳工的劳动部长潘世伟 前天被一周刊踢爆 8天之内三度夜期 不倫小他21岁的女秘书王孟淳 他第一时间出面 澄清一切都是为了公事 昨天上午 他还否认有口头请辞这回事 却被新政院发言人达脸 证实他已经向张魁请辞 下午媒体询问他 高层是不是要他之所进退 潘世伟还说没这回事 但昨天傍晚 他的办公室证实 已提出书面辞呈 一周刊也加码在公开两张 他们两个人出国考察的照片 但潘世伟打出青青牌 不但自己的老婆 跨还从法国申源 我知道他跟秘书碰面 我信任我信任的为人 连女秘书的老爸 也发公开信背书 不过无力可回天的潘世伟 在晚间就传出行政院准词 十天前教育部长蒋卫宁 曾因为论文审查造假 事件下台 劳动部长潘世伟 又因业会女秘书 中箭落马 马总统的行政团队 真的很忙 动新闻 海洋企图都被怀疑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